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诸都谜团我定会查个清楚明白 你是说他撞墙不但伤了前额还撞了后脑 不 这不是撞墙撞出来的伤 而是用炖气猛力集中击打所致 你是说 王爷 他两边的腕骨 尺骨 饶骨都有皮链 这都是生前上 是如何造成的 为了保护我 保护你 死者许试 当时怀孕已经足远 腹部龙起鸣血 有人在背后突然猛推了他一下 想造成他自己撞墙而死的假象 他为了护助腹中胎儿 双手及时撑住墙面 因为猛烈撞击 双臂腕骨 持骨 饶骨 都有不同程度的骨链 凶手一击不成 又由重物猛击他后脑 造成他后脑枕骨 鼓励而亡 王爷 我娘不是自寻短剑的 她是被人害死的 请王爷为我娘身冤作主 起来 莫说她是你母亲 纵使她是路旁一副无名枯骨 我也会查个清楚明白 为她喜缘正名 谢谢王爷 好了 你无论如何 也是接管此案的武作 这像什么样子 你无论如何 你无论如何 这像什么样子 对不起 王爷 我有办法找到我爹是谁 什么办法 王爷 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人的长相 是和颅骨有关的吗 记得 由我娘的颅骨做参照 我就能用陶土 大概恢复出 他生前的面貌 你再把他的面貌画出来 只要有人认得他 应该就能找到 认识我生父的人了 恢复生前面貌 用陶土 就像素人像一样 用颅骨做参照 会更逼真 这倒是个不错的法子 不过楚楚 她到底是你母亲 你可想好了 王爷 这关系到我娘的冤情 你刚才也说过 就算她是路旁一副 无名枯骨也该查个清楚 何况她是我娘 她死前拼了命地保护我 我是个武作 就该使出我全部的本事 为死者说话 请王爷成全 好 我答应你 就按你的法子来 谢谢王爷 什么人 老爷 少爷来信了 老爷 是不是少爷那边出了什么差错呀 安郡王在萧衡旧日隐居的宅子里 发现了一具已经藏匿多年的宦官尸首 宦官尸首 这宦官为何会到钱州去啊 当年平定建南节度是陈英之乱的 是秦鸾 后来派兵剿灭逆党残佈的 也都是北司的宦官 想必是那个时候的人 不过 安郡王断定 这宦官是被萧衡所杀 驸马爷杀宦官 这不对啊 驸马遭反贼毒手 宦官剿灭反贼 在这状事上 宦官跟驸马 该是同一边的才对啊 宦官平定节度是陈英之乱不假 但萧衡向来与北司一党不合 他在朝为官的时候 没少惩治这群恶徒 他们如果想借此机会 取萧衡的性命 公保私仇也未可知啊 老爷此言甚逝 如此看来 萧衡果真还有活着的可能 据报 西平公主刚才进宫面圣回来 似乎去了薛府 哦 宦官 书府那边拙人看好了 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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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有何吩咐 薛某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您千金之躯 万万不可对薛某行此大礼啊 公主 有什么事 坐下来慢慢说 公主莫哭 莫哭坏了眼睛 公主 这是进宫去了 在下若猜得不错 圣上定是向公主提起了 萧将军与冷月姑娘的婚事 先生知道此事 我列有耳闻 我视先生为志谦 与先生知无不言 先生为何要瞒我呢 这 公主 冷月是您看着长大的 您也曾有意让安君王娶她为妻 为何换到萧将军身上这就 我不是吴之妇人 我是李氏皇族 是大明宫长大的女子 冷月 是前中到极度时冷沛山唯一的孙女 圣上真是把锦铃往火坑里推呀 公主 既清楚其中厉害 在下就直言了 冷大将军虽是公主的舅父 但也是冷室的家主 家族立意当前 萧将军若强劫西南兵权 怕是会落凶险呢 若锦铃真的接过了西南兵权 那我和锦铃 从此就走上了我母妃的旧路 成为长安朝廷 牵制西南冷氏一族的棋子 甘王公主 刚才面圣时 是如何回应圣上的 我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了 还不至于 在御前使性子 圣上答应 容我去给二人算一下八字 暂不下赐婚圣旨 可这也只能脱归一时 还望先生 赶紧替我想想办法 这 我知道 先生是井阁老的门生 不愿为傲井阁老的意思 若先生担忧自己的虔诚 请直言相告 这乃人之常情 我绝不会怨怼先生的 公主 萧将军与安郡王 皆是在下从小看着长大的 不瞒您说 这半日 我也一直在思虑此事 公主 若信得过在下 在下愿轻力为公主周旋 薛先生有何打算 我打算 去一趟西南 王爷 你怎么来了 赵锦衣有事 他人呢 我一早上起来就没见到他 可能还没起床吧 王爷 正好我有事找你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王爷 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有些不知好歹 但是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否则害人害己 有什么话你直说便是了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我敬佩你的品行和本事 什么都听你的 可是 我 一直都是拿你当兄弟的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 那没事了 等等 把话说清楚 其实 我听说姑母想让咱俩成亲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 我想趁早跟你说明白 但是现在没事了 咱们以后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 是好兄弟 你还是我老大 冷月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到这些话 这些我母亲也没有对我说过 我敬你敢爱 敢恨 自意洒脱 巾帼不让须眉 但正如你所说 我也只当你是我兄弟 更何况你我本就是表亲 我从未有过非分之想 我守着朝廷律法 规矩过日子 你素来快意江湖 若硬要真把你圈进我三法司 岂不是终日鸡飞狗跳 直到玉石俱焚 两败俱伤了吗 对 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我也有句话要问你 你说 你一向不肯踏足前舟 这次非要跟着我来 到底为了什么 就是姑母让我来的呀 你一向不是任人差遣百步的性子 我猜得出 母亲必是要你为我留意楚楚 以防她对我不利 可这不足以说服你前来 也不足以让你那般舍命救护于她 到底为了什么 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就是为了楚楚来的 楚楚 对 为了楚楚 因为 她和我一样 谁当我们爱鸡喳喳的 王爷 你俩说什么呢 楚楚在亭氏房办差 不必让县衙的人过去 你拿些陶土给她送过去 陪她待一会儿 不要让她胡思乱想 好 去门口守着 任何人不得靠近 是 王爷 派这么大阵仗 知道的以为你是来找我谈事 这不知道的 以为你是偷偷宠幸那家姑娘呢 我看几天不罚你 又要上房了是吗 这两天折腾的 哪有力气上房啊 什么人 你不是刚起床吗 怎么沾了一脚的泥水 谁是我刚起床的 我是起了个大早 去县里面走访了一圈 查了一下 前自同前的情况 然后回来睡了个回笼觉 刚瞇了一会儿你就来了 我来找你 确实因为一些姑娘家的事 姑娘 谁家姑娘 你跟我说说 许家 许家姑娘 这可不像是姑娘家的东西啊 分明是些女子的首饰和衣物 怎么不是女子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是已婚妇人的东西 不是大姑娘家的东西了 而且看样式 还都是旧款 明天哪 不许家 我ствен公子 要是 看样式 合作 这帮我 看样式 不能 他相貌的 等做好了 就能找到可能認識我娘的人 來確認了 難怪王爺不放心你一個人在這兒 王爺不放心我 不是不是 不是那個不放心 是王爺擔心你一個人在這裡 會胡思亂想鑽了牛角尖 老姑娘 你放心 我答應過王爺 會像對待其他所有死者一樣 對待我娘 除了復原面貌是該想的事 其他的 我都不想 說起來 我以前學醫術的時候也留意過 這人頭面上的骨頭 對人的相貌是有影響的 不過胖一點瘦一點 對相貌的影響 也是不容小覷的呀 好在關裡有套我娘的衣裳 是入鍊時收整放入的 我看著這些衣裳 就能知道她大概的身量了 等我把這些弄好了 我就能知道 我娘長什麼樣子了 王爺 這身是哪兒來的 這是楚楚生母的東西 楚楚生母 那個許氏啊 她都已經死了那麼多年了 怎麼還能 棺材 王爺你太過分了 你查別人身是一回事 拋別人母親墳 那是另外一回事 此事是經過楚楚同意的 發腫的時候 她也在查 她親自挖她母親的墳 她已經驗過她母親的骸骨 線下正在停尸房裡 嘗試復原她母親的面貌 以為核查她母親的身份 提供更多線索 這楚楚就算當武作 見慣各式各樣的屍體 但是親自挖她母親的墳 檢驗她母親的骸骨 這環境誰都不容易啊 王爺 正因如此 我們才要更慎重地核查 這其中的每一份線索 才不枉她這番勇氣 你對這些女子的東西 熟悉些 你仔細看看 可能變出些什麼 王爺想讓我變出什麼 我先再說了 恐怕會影響你的判斷 你先看了再說 我去停尸房那裡看看 好 說起來 我也不記得我娘長什麼樣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的爹娘也都去世了 後來是西平公主 照顧我長大的 西平公主 你為什麼會跟著王爺的娘呀 你爹娘過世得早 不是還有爺爺嗎 我沒跟你提過嗎 王爺的母親西平公主 是我的表姑母 當年我爹娘出世了 家中一團大亂 是姑母將我接入府中照顧我的 你方才說的那個人啊 在我爹娘去世多年以後 才回了一趟長安 還是奉召入境來參拜新君的 我要是等著她回來打點關照 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現在 我就是發發牢騷 你別往心裡去啊 尤其別跟王爺還有蕭錦麗說 她哥倆 總想在我跟那個人之間說好 尤其是那個蕭錦麗 要是被她知道了 我又准兒又要哀痛虛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個字都不會說的 冷姑娘 你也別太難過 我覺得 你照照鏡子 就能知道你爹娘的模樣了 照鏡子 是啊 大家都說 長相是天生的 其實不是 長相 都是爹娘生的 我說的都是真的 我仔細研究過的 人的骨骼相貌不會憑空而來 都是隨爹娘的 就比如說 如果夫妻兩人沒有鼻樑高挺 那他們的孩子就很難是高鼻樑 還有這兒 如果夫妻倆都是單眼皮 那他們的孩子就不可能像我這樣 這還挺有意思 我以前還真沒有留意過 我雖然不知道你爹娘長什麼樣子 可是 你生得這麼好看 一定 不止你爹一個人的功勞 初初 謝謝你啊 這有什麼好謝的 我說的都是實話 你知道 我為什麼要來乾州嗎 你說過的呀 是西平公主讓你來的 我回長安之前啊 就聽說過你 起初 我以為你接近王爺是別有居心 但是後來在長安見到你之後 我就知道 是我冤枉你了 我在江湖上見過形形色色的人 我一見到你就知道 你和我 是一樣的人 我是個武作 和你的出身 就是一個天上 一個地下 怎麼能是一樣的人呢 我說的不是出身 是所求 所求 你不遠千里去長安 和我千方百計逃離長安 是一樣的 都是為了實現心中所求 你求的是一個當我做的機會 我求的是不被宗族關係左右的自由 這世道 給女子的機會並不多 我看到你拼盡全力去爭取當武作 我就想看到了 以前的自己 所以啊 我這次答應姑母跟你們一起來錢州 就是想幫助你得償所願 現在王爺終於留有你了 恭喜你啊 終於要成為三法寺的正式武作了 朗姑娘 謝謝你 謝我什麼呀 我不過就是一介閒人 自作多情 你真正要謝的呀 還是王爺 不說這些了 依你看 你覺得王爺 錦衣和蕭錦璃他們三個誰更好看 都好看啊 不過 好看的不一樣 怎麼個不一樣法 錦绍卿是武官生得好看 蕭將軍 是雞骨雲塵結實 王爺嘛 我跟你說啊 王爺的鱸骨肯定特別好看 我果真沒有看錯人 你可真是個絕好的武作 不過 王爺雖然生得好看 可我總覺得 他不該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為什麼 王爺和蕭將軍 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嗎 是啊 他倆是錫平公主 一胎雙生的 雙雙子有時候 也會長得截然不同 這沒什麼奇怪的吧 雙生子長得不像 沒什麼奇怪的 可是 就像我之前說的 看父母的骨骼相貌 就能推測出孩子的相貌 雖然不是十成十的準 但是 看蕭將軍和王爺的相貌 總覺得 他們不像是一對 同父同母的 親兄弟 噓 這話你可別被蕭錦麗聽到 他護起王爺來是什麼樣子 你可是見過的 要是被他聽見 一吹揍你 依我看吧 我覺得他們可能 一個長得像父親多點 一個長得像母親多點 又或者是王爺在娘胎裡 自己拿主意多了點 我跟你說啊 王爺從小就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拿主意 相許是他想長成這樣 就長成這樣了 那王爺的眼光 還挺好的 王爺 王爺 怎麼樣 桃像做得如何了 做好了 不過我是第一次做 可能做得不太好 但是大致的眉眼輪廓 肯定不會錯的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余下的事情 就交給我來安排 今天辛苦了 趕緊回去休息一下 有什麼線索 我會親自去告訴你 謝謝王爺 冷月 替我送他一下 好 走吧 孫公公 秦公公 來 秦公公 秦公公 你 出去 是 知道 为什么把你留在这儿吗 秦公公问你话呢 张嘴啊 死了 是啊 好像吞了毒 西域草无头还真是西南的人 好大的胆子 把手都伸到宫里来了 把我当眼下耳背吗 只怕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儿撒野 师父 您这说谁呢 你能确定在宫中散步 昌王之势的就是此人吗 千真万确啊 咱们来得突然 他仓促赴死 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未及销毁 给我仔细地搜一搜 是 师父 什么东西啊 您看博古斋的取货单 博古斋 博古斋 掌柜的 秦鸾到咱们这儿来了 请啊 孙公公 快快快 奉茶 不必了 你是这儿的掌柜的 小人 小人贱名吃方 正是博古斋的掌柜 哦 问秦公公 秦公公亲离小店 小店 无上荣耀啊 这便宜我的 补贱 我这儿就去取东西 秦公公 您稍候 来 请公公 手艺不错 可与宫里的工匠逼肩哪 秦公公谬哉 他送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跟你说过什么吗 只是说修补一下这个物件 其他的并没说什么 总听朝中的官员们说呀 这个博古斋是长安的风雅人士的粮仓 也不过又是 了 这就这么说 你也不占了 你也不占了 这就像是 你走了 秦公公 赤掌柜 太客气了呀 应该的 应该的 秦公公慢走 老姑娘 你身上的伤好些了吗 没事了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你这样帮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好谢谢你 我请你吃东西吧 前面有家脆哨粉 是关领县最好吃的 好啊 走 看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竹竹那边呢 还顺利吗 她做得很好 我让冷月 先送她回去了 你这有笑象棋什么意思啊 陪我下一局 活络活络脑子 再看正午 这 这有什么意思啊 这是个残局 残局 王爷 你就别折磨我了 你知道我下象棋的能耐的 一炷香的时间 从头开始 你都能赢我十回 还残局 只要赢了我这一局 今年被我扣的缝禄 如数还你 谁呢 要是输了 近三个月的月缝 你就不要想了 您的粉 谢谢老板 稍等一下啊 黄糕疤 我想吃那个 你想吃吗 黄糕疤 好 你去买 不用不用 我去买 正好我想看看 它是怎么做的 嗯 你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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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加水 你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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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老板 尝尝吧 好啊 这可是我传家手艺 好香啊 当然了 自家水 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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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冲 冲冲 冲 冲冲 冲冲 王英文 我跟你下节期 比看安全还累 我脑子都叫呼了 还要过三个月的 俸禄 不许 我要去休息会 哎 好好看物证 否则还有得扣 兄长 王爷 兄长免礼 你们先下去吧 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大哥 什么事 论轻功 你相比锦衣如何 你要说论功夫啊 那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打趴下 但是要论轻功 虽然不大情愿 但确实是他略胜一筹 以他这样水准的轻功 如果有意 悄悄潜到离你两三丈的地方 你是否能够察觉 他那家修为很浅 如果留心的话 我肯定能察觉 但要是有所分心 就难说了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没事 王爷 王爷 王爷不好了 楚手被人掳走了 什么 什么时候 在哪儿 就刚刚 不到一刻的功夫 在离仙阿不远的集市上 我转身买个东西的功夫 那人就把楚手打晕掳走了 都怪我 是我太大意了 看您是什么人了吗 一个中年男人 中等身量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还让他跑了 我 紧 我去调及人马 曾月 你马上再找郑友德 借几个衙役 务必带上县城谈棍 他是本地人 更熟悉这里的情况 好 快 快 王爷 就是在这儿 那人抓了楚楚以后 就转进这条巷子 我只是稍微晚了一步 他们就不见了 那边 此处附近 住的都是什么人家 回王爷 呃 附近都是寻常百姓 做小生意的居多 若下官没记错的话 好像没有犯前科的 正是 郑月 你说你刚追上去的时候 刚好有一辆马车进过 你被拦了一拦 所以没追上 是 在哪儿 就在这儿 王爷 就在这儿 车折硬 马车停放楚 楚楚的位置 这人知道 冷月身受后 反应快 是故意安排马车 阻挡冷月 叔叔 曾经见过冷月 叔叔 了解冷月的身受 是许如归 锦鱼 这儿 这是不是楚姑娘的 在哪儿找到的 那个框下面 框下面 这不会是 处处凋落的 许如归派人 阻拦冷月 打云处处带走 如此短的时间 还特意将簪子 留在框下 这儿 她是故意的 谁是故意的 许如归 大哥 你带人在这儿 继续找 留下两个牙医帮忙 其他人先回县牙 好 这事儿 会不会跟你姐 医有什么关系 怎么了 你 你是谁啊 我好像 在哪儿见过你 这是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啊 我是官府衙门的人 安郡王你知道吗 我是他手下的武作 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我当然相信 他会来找你们 楚楚 你知道我的名字 其实 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只不过那日兵荒马乱 你也许对我这张脸 印象不深 或者 你只是记住了 在如归楼里 我的另一张脸 你 你是 许如归 我 我 我 legends 你 我 我 吹不散 剪不断 没遇见 是对你的想念 月光寒天色晚 尘世间冷漫 唯有你身边 拥抱让我眷恋 闭上眼 又相见 在耳边 如果你的发现 岁月长情一见 任世间遗憾 唯有你相伴 不远都走不散 你笑着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牵挂着 此生未遗留 人未了 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 依靠 远方的此生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